在玉里镇代会定期会乡镇总执询议程中 堪称918强镇重灾区的玉里镇各项灾后修建工作 仍然是镇代表们所执询关注的焦点 而这名代表秀吉萨夫洛执询建议高辽大桥重建计划之外 临时变道的设置更是刻不容缓 申请连任的证明代表秀吉萨夫洛在咨询之前 以足语来肯托部落乡亲支持后 话锋一转针对0918强镇 后续污损救助修复申办问题 以及郭庆廉价豪大与灾害各项灾损附建作业 提出质询 这边跟代表报告一下 其实花莲县政府在于10月21号 他有发布就是有我们的花莲县0918的一个 赠灾租金的一个补助计划 那所以说民众可以 他会不会只是写写而已啊 代表真的要补助管家要给他 不会啊 这公文都有啊 他也公告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很确定的 他会以人口数来做一个补助啊 尤其高辽大桥在这一次强震中震断 冲击193线主要东西向连外道路交通 这名代表秀吉萨夫洛 直询未来大桥重建计划提成 而在两三年的施工期间 临时变道的设置更刻不容缓 什么时候会盖完 在民众几年会弄完 他有没有要做那个什么 那什么 替代道路 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他们也有考量到 我们急咒语的部分 他如果要跨越主要河道的部分 他们如果用航管的话还是会 第一个他会阻碍水流很大 第二个他容易被冲刷走 所以针对他跨越的部分 他们有做钢桥 他们会高架钢桥 对那高架钢桥 他会比我们航管的那个部分 他吃水的那个面积会比较小 所以说他会比较耐用 政工所各相关科室主管 也就秀吉萨夫洛提出 包括193线道路路灯修复 地震农地道路隆起 影响水稻秋收作业 纳谷塔震损复原 玉里镇地区股价低迷 部落坚硬自来水灾害修复补助 巴拉罐的设计 部落小旅行等议题逐一答复 而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城 更在会后亲自和政代表秀吉萨夫洛 面对面沟通说明 记者是玉里镇采访报道